来,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,告诉了你一个完全二叉数的某一层有了几个节点,问你这棵树的一个情况,那么这类题其实考的都是同一点,看你能不能够想清楚给了你某层有多少个业绩点,这个条件之后有的两种情况,你是不是都能够分析出来,我们来看,它告诉了你某一层有几个几个业绩点,是不是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,假设它告诉了你DI层有这么多业绩点,是不是你这个数高度就是I呀,然后你DI层那里是不是真的是从左往右数的业绩点,然后右边是空,是不是这样的 而第二种情况是不是,你数的高度是I加1,而你DI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业绩点,是不是DI加1层的那些节点占用了你DI层的一部分 节点使其变成了非业,而剩下是不是空出来的一些业绩点呀,那么这个是不是同样能够保证你业绩点的一个数目的样子呀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,是不是同样能够保证你DI层有这么多业绩点呀 这就是它给你指定了第几层有几个业绩点这一个条件的两种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这道题,这道题它问你,节点个数最多,那是不是就是第二种情况呀 好,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,跟你说第六层有八个业绩点,既然是第二种情况的话 是不是,这八个业绩点是靠右那边的,然后左边这些节点它都是有孩子的,对不对 大致你分为这两块将第六层 然后我们来想一下,第六层有多少个节点,是不是2的5次方是32呀 所以说第六层一共32个节点 你说有八个业绩点,八个业绩点是不是在右边 那么右边这是不是八,那么左边是不是24 所以说你左边有孩子的节点是不是24个 而它问你节点个数最多 所以说你从第六层有24个非业节点 能不能够推出来第七层是有48个的呀 其实是最多的一个情况,对不对 它是既可以是47又可以是48,对不对 好的,那么我们得到第七层的一个情况是48个节点 然后往上数前六层,是不是一共的节点个数在这里是63 二者加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答案C选项呀 好的,这就是这道题我们的一个做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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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